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示及买卖 由管理机关审查同意之 而且不受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4条第二项 申请资格与利用之限制 也就是说47条里面 明确就在这个条例里面 让野生动物可以进出口 也可以买卖 但是我们陈主委却说只针对观赏鱼 那我们学术界有什么样的文字 有什么样的条例 怎么样的可能影响评估 观赏鱼应该不是野生动物吧 但是主委是讲观赏鱼 那条例里面是要开放野生动物的 我看到了 还有这个你还有什么其他例子 所以同样的 这个条例已经讲了N4 就是42条条例 那在整个评估报告 跟主委的说明里面 陈主委的说明里面 说没有开放对中国大陆管制的 2100项的农工产品 但是42条条例里面 就是明确的写出这样的一个条文 那我坐在底下听的时候 我一直纳闷 为什么条例 你指的是说 这个得输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第35条第三项规定 这个就是那个200 你刚刚讲的2100多项 多项的产品 只要到示范区做加工的话 它就可以输进来 是 我现在也看着那个文字 示范区当然是在国内 是 来还有哪些 不是 你没到市场 但是它原料进来之后 它要做什么 它当然做食品加工 你原来的食品加工的产品 老师如果是花生油的话 它要不要用花生 它本来是用国内的花生 它现在到示范区以后 生产花生油 因为有实质转型 挂MIT 它就可以出口了 我们有出口花生油 这样的话会不会取代原先 我们的厂商 自己的食品加工业者 用国内的花生的原料 如果会不是 就会冲击了吗 同样的 花生油只是一个例子 花生酱是可以内销外销 红豆也是 这样的话不是等同于 我们刚刚所讲的 就是我们的农产品里面 有高达37% 是做所谓的食品加工用的这个产值吗 这个是你的忧心 那营锁税方面呢 这个营锁税因为它里面有规范 只要外销的 它是民营利事业所得税 所谓外销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针对 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35条里面的第三项规定 只要是管制性的 你出口了 所以你可以 免营利事业所得税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内销 你的内销的数量没有超过 这个厂商 单年度的10%的话 你也免营利所得税 这样的话你会让 在区外的 就是说我原来食品加工业者 比如说某些厂商 确定是用国内的 对台湾的农产品 当原料来做食品加工 我现在挂MIT出去了 可是现在因为 你区内有 营利事业所得税的 这样的一个诱因 所以你会打击到 原先你就是会用 国内的农产品 当原料的食品加工业者 没有在那个 资金区里面的 这些跟牛台湾的 食品加工业者 他们都必须有17%的 营利事业所得税的减免 如果产品是全部外销 如果内销 不超过他当年度的 那我预计一下 大概所有的各地 会风起云涌的 向我们各选区的 立法委员争取 每一个地方都要变成 前店后厂的资金区 当然 因为资金区里面 只要是做 委外加工都可以是区内 那这样的话 那变成是原来会采用 后厂它在上面里面有写 只要是在示范区加工里面 区内的 但是你的区内前店后厂都算 好来 那还有呢 这个 第41条 第41条里面 如果我们去看国会里面有特别说明 第41条里面 因为它为了让整个的产品 那交速的通关呢 它是可以免申请验证跟核准 那在国会里面呢 它有特别说明说 也就是我们对 进来的这个产品 包括食品跟农产品的检验呢 我们就只要进入资金区 就不用再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好来 那我想我请那个 陈宝基 陈主委 好 我来 谢谢陈教授 您的这个建议 陈教授请留步 陈主委 如果说我们从中国进口的鸡肉 有禽流感的问题 然后他如果啦 如果他这个 他不可以进来 对他不可以 他是进来了嘛 你没他办法吧 不是 如果他进来 你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 好来来来 你冲官的时候 简疫啊 你要一件一件的简疫吗 当然地区就不行了 我们 我们在这个美国牛肉的问题 我从早上讲到现在 陈教授也不听啊 我也没办法 不是地区啊 你已经进来的产品 我决定好了 茶叶进来的 来 你那个 陈教授 你在那个 你知道 你到麥克风前面 当然要检验啦 当然要检验啦 你都看一半啦 你都看你要看的啦 主委 来我从42条先讲 来 42条 最后 最后 这个前项物品 这个输入德克保区外 应该第三 这个43条 期限内 依照43条 那43条 这些东西都是要输出的啊 它不能放在这里面啊 来 主委 你42条 你至少要把那个 两岸关系条例 第三项 第三项 规定 这个把它去除吧 不然你怎么跟我们人民 说这个2100项的农工产品 不会开放 当时马英九跟小英 在辩论ECFA的时候 可是讲的清清楚楚耶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 现在 有进口 这个花生酱 但是不愿意 我们的厂商 进口花生 来做花生酱 我们愿意跟中国大陆 我们愿意跟中国大陆 进口花生酱 而不愿意 进口花生来这里加工 然后主要出口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看我们的整个农业的产业的价值 我们在42条里面要全输外交 主委我只是请教你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农药有管制的 有600多种 中国的农药有管制才100多种 我们输入了中国的农产品进来 然后加工之后变成MIT出去 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是台湾负责还是中国负责 他要复合我们600多种 他要复合我们600多种管制的 中国答应就是说 他们进口台湾农产品 他们符合台湾标准 金用600多种 这些东西啊 你要怎么去检验 当然照我们的检验啊 当然照我们的检验啊 我们所有进口的产品 都要符合我们的规则啊 他没有管制的农药 他没有管制的农药 他用了他就进不来嘛 主席我想这样子啦 这个陈吉仲老师的担忧 跟主委的答复 让我想起当时我们这边 陈武雄主委在推这个农村再生条例的时候 他一直讲土地专章有多好 但是我们一直认为 那个会造成农村土地的分崩离析 最后呢是这个土地专章放弃 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我们农村再生条例 才有办法两岸这个草野协商做下来谈 那我觉得说我们至今区这个问题非常的多 然后也跟我们台湾的许多法令强迸 譬如说跟两岸关系条例第35条 譬如说47条 你跟动物保育法第24条也把它排除 我们排除了台湾很多的法律 我们在台湾要一个法律三毒通过 总统公告都非常的不容易 这个条例我这样稍微看一下 就排除了我们台湾好多法律 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 针对农业的部分 至少应该排一个专案报告 然后呢 对不起 就是冲击影响评估报告 我曾经问过何美越 我们前经济部的部长 跟经济会主委 说我们当时 这个要加入Lobotius 我们的那个冲击影响评估报告 大概比电话号码部还要厚 而且是好几本 结果我看到 这个我们从这个国发会的网站 download下来的 有关经济自由示范区 特别条例的法案影响评估报告 冲击影响评估报告才一夜半 整个法案影响评估报告 台湾农产品都几片 台湾农民也都几片 这个东西应该好好地讲清楚 好 包括野保法也应该好好讲清楚 我们台湾的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条例 事实上是国际上非常肯定的 你自费武功 然后这个开了一个门 说你这个野保法可以不受野保法24条 然后野生动物可以这个买卖 可以加工 要对这个华盛顿工业的冲击 对华盛顿工业冲击 我要解释 我想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了 抱歉 你不能光你讲我要解释 因为我八分金而已 不好意思 现在是这样 这个主席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分门别列 那公厅会有个坏处 就是公厅会我们 包括立委 不要说民进台 包括立委都没有办法跟官员对话 所以我是觉得说应该要排专案报告 没问题 我来排 我来排 谢谢 谢谢 好来 那个两位请回座了 这个已经最后一个了 好 那先休息